哇,我終於騎到了 好熱 張怡春 我到摩天輪了 我到MBS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莉 這個禮拜的騎車又開始了 這周的腳車 不周末騎了 因為周末太多人了 剛才海洋洋高照 然後現在出來之後 太陽公公就躲回去了 真是太好了 又怕曬黑啊 接著防曬霜都多塗了三層 今天是走城市路線 就上周啊 半環島遊了之後 激情滿滿 然後總覺得自己可以挑戰多一點路線 然後再走 Pango這後面 以前 真的都好無路 現在這一圈 都在修這種 可以看到 海景嗎 不到水的 淋水的這個屋子 OK,我們還是走這個PCN Lorong Halouse 這條橋已經走過好多次了 一路向前 4點 到Colven這邊了 還是有太陽啊 4點半 做MD的話 還說到Colven只要11分鐘 我騎腳車半個小時了 傳說那個上海聖堅報 是領泰峰的師傅開的 後面的潮州州都很好吃 然後在那後面的也是有最好吃的 麻辣香鍋跟潮州魚片湯 Colven 美食的集結地 哇,好曬 好曬好曬 到十龍港了 Colven 剛才我是想說 Pango到神熱關是11分鐘 我是Colven 那我們騎過來 45分鐘 我們過了 文慶了 5點20分 5點20分 Colven 還有太陽的街 好熱 森林頭嗎 5點半 1個半小時 然後到Bukis 第一次騎 不是這種Pakarnet 那 這個感想的話 哇 好亂,好挑戰 有時候路邊呢 有那種大大的 青色的那種垃圾桶 現在一直上上下下 OK,下一站 太陽終於下山了 這個時候騎車比較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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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長的小白來拍 從這條下去就是 Tobico 是嗎? 不是嗎? 不是嗎? 不是 先不要聊 蛤? 可是我是超級沒有方向感的 老公就是我活的GPS 跟著他走就對了 OK 我的Otcher的Ice Cream等著我了 去找詹爺爺了 我到Otcher了 每次騎到最後 就已經不想看時間了 現在已經7點20 就邊走邊玩 等到中途去辦事 停了一個小時 熟悉的鳥叫聲 聽一下 聖誕節的燈都已經裝飾好了 這麼快嗎? 看樣子今年是以白色為主題的 要下個月就亮燈了 之前的Robinson 變成什麼購物商場 看不清楚 還是沒有什麼人喔 還好啊 還好啊 Uncle講說現在生意很慘淡 然後他只在這邊擺 賣五、賣六、拜天 然後平時他都是在紅山那邊 還好今天拜五還有拍 他講現在影響超大的 基本上沒有人的 OK 想得到就是 周五晚上的烏捷路嗎? 疫情之下的 第二個聖誕節 就要來了 太冷清了 憶恩城 我發覺大屏幕的這個投影做得很好看 在康寧公園 康寧公園了 是Ultra Dobiko 沿路下來 騎到這邊 下一站就是 魚尾尾斯公園 西多坡消防局 就之前超多人白天來打卡拍照的 然後今天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又看到了金沙 西多坡河 剛才經過了 Clarky 在後面了 上個禮拜 在對面 今天來到 這邊 魚尾斯公園 到了 像會夜景啊 真的很漂亮 上禮拜我出那個影片的時候 我有一個台灣朋友 我感覺得到他看到我的影片還蠻開心啦 因為他離開新加坡有很多年了 然後他想說錯過我的影片 然後他又再看到我們一些新加坡熟悉的街景 那今天這個魚尾斯 你知道我在說你喔 我把他獻給你 hmm 像是 整個西角叉 全部是起腳叉的 你看超多的 還有那個橋上面 全部都是 我终于到牛川水了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就是来吃串照 先买个水先 十佳科 这美食街啊 关掉了 上报纸了 新闻讲说都没有人 真凄惨 很酷啊 我们停在水上 这个什么啊 苹果旗舰店 MBS的这边 然后做什么 是打包的烧烤 我第一次在 这我第一帮来吃 烧烤 现在才看得清楚 然后串烧 所以今天这个 最后的行程就是在 MBS这边 是一个穿彩 让我们下一次 然后再看去哪里 今天又是 边骑边玩的一天 现在已经快一点了 晚上骑车很爽 而且 真的就是要骑 这种公园的走道 然后晚上也没有很多人 就是可以锻炼一下 这个肺活量 和你的腿的力量 我要前面去 最后绕工了 好啦 这个礼拜的 城市之旅 现在就在这边 告一段路 下一站 还在计划要去哪里 骑一下才觉得 新加坡真的 还蛮方便的 OK 我是小丽 今天就在这边 跟大家说再见咯 然后大家记得 订阅我 按下小铃铛 也别忘了 如果喜欢这期的影片 帮我点个赞 和转发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晚安 拜拜 by bwd6